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怪談》的六魔女直播現場 今天是最後一集 下星期我們即將推出的 就是《怪談》的13冤案 整個《怪談》13冤案 是做了一些真實的個案 觀眾如果你有所要求 或者想有些靈異自己的經歷 甚至想我們幫忙的話 馬上可以打電話 就是183-121 我們便會接聽你的電話 回到這星期 《怪談》六魔女探靈的現場情況 就是要問有否任何在這裏的冤魂 你們是有話想跟我們說 想我幫你伸遠的 你告訴我吧 我盡量做的 我可以幫你做到 大家決定究竟誰去做這個測試 我第二個測試會選Ruby 我現在選自己了 大家都說我大膽 我唯有選第三個測試 我讓Ruby算了 我很希望你今次做到 就是聽到她說什麼 為了令你在耳朵上的靈分變高 所以就用道法科來開用 由於一心希望 Ruby聽到靈體的要求 浩雲師傅利用道家法科 幫Ruby開耳 道理就跟開天眼一樣 令她更容易聽到靈體發出的聲音 同時帶鼻香觸 協助她和靈體感應 有什麼意欲 但有東西就召喚 我可以出來 行嗎 好 行不行 有什麼意思 除非 在這個不停自然 可行 因為他會選輩 我會選擇 看來 明天 dok 那 他會選擇 自己 先 和 過 又 在 師傅,我聽了一聲 清不清晰他跟你說什麼 聽不到我們說的 就是有一點知識的聲音 好,可能你暫時還未進入那個狀態 繼續留心一點 因為我最希望不是你聽到只有聲音 而是聽到他想跟你說什麼 你為什麼哭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開心 是不是有什麼想我幫你 你跟我說 是 有人跟他一起 我聽到你們的想法 你是不是很小的都不開心 你有什麼心情,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說 我可以幫你 你是什麼意思 我聽到你們的聲音 Ruby,我聽不清楚,你沒什麼說更快 一直都是大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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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看,我聽到的 那位同仇只是對著Ruby在人家說的 那Ruby在宵圓的時候,她是在說的 只是這樣,就沒有任何柔情 Ruby,你放心吧 Ruby,發生什麼事?認愛 你怎麼跟我說 她說她的聲音 你跟我說,我聽有聲音 很大聲 我已經知道很多詞給你了 你不要只哭,你跟我說 我很容易,我就幫你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因為很奇怪,他們兩個反應完全不同 好,快點,快點 怎麼了 這裡… 哪裡 這裡 怎麼黑了 怎麼了 進來… 突然進來… 突然進來… 小心… 你先出來…小心… 扶她出來… 你們扶她出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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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小心 你先扶出去… 這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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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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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漸被靈體入侵 浩雲師傅要求即時終止拍攝 將她帶來現場,緊急營救 沒事了,離開了 沒有了嗎? 你怎麼拿著一張溪錢? 沒有了,放下… 你怎麼了? 沒事了,走吧 走吧 走吧,我們去吧 快點出去 快點出去 先看看她 不要拆勻 快點去 你怎麼了?為甚麼還拿著溪錢 她叫我帶她走 叫你帶她走 誰 聽到甚麼 叫她帶你走 她說… 在這裡很辛苦 她說… 混在這裡 很想走 很想你帶她走 她說不懂得走 叫我幫她混出口 其實看到有些… 穿制服的人 一直都在說話 還沒聽到 甚麼顏色 你不可以看到她 直接看到一件制服 挺可以 那個靈體屬甚麼顏色 綠色 綠色 所以你已經看到 其實看了樣子 到底出現的靈體 是甚麼身分 如果是不熟路 渴望重獲自由的偷渡客靈體 又為何穿著制服 還是出現了的 不止一個靈體 我想我和觀眾都會想問 為何靈體經常困在一個地方 走不掉的地方 因為沒有經過正式的超渡 因為超渡法師 其實並非傳統地做 是有意思的 就是將它魂魄引領 到一個適當的地方 然後最終帶去牠們的霧位 但沒有被超渡 便走不掉 好,我想問Ruby Ruby,聽到她跟你說話 聲音是怎樣的 最初是聽不清楚的 很模糊 然後就開始越來越清晰 越來越清晰 感覺都是很凶曠的 很凶曠的 很凶曠的,是嗎 我想問Yoyo和Creamy 你覺得他們這組 有做成甚麼?上星期 你們被人稱讚得很厲害 你覺得他們夠不夠你們來組織 其實我覺得這次 他們都很厲害 就像Ruby那樣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一天 已經去過 都覺得那裡非常兇猛 但Ruby雖然有個靈體 依然不停跟她說話 事後也非常清晰地表達 究竟她想做甚麼 我覺得這組非常厲害 那有Yoyo 其實我們之前去過 那裡真的很猛 Katy一向出名,小膽 只是量部 也不願意進去 她在這裡也逗留了一段時間 被迫地 但她也算是有進步 好,究竟下一節回來 只剩下一位魔女 她這個測試相當大膽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第一次你說你最大膽 你也害怕到哭 究竟會怎樣 當然,廣告回來 繼續《怪談六魔女》 歡迎大家回來 《怪談六魔女》的直播現場 大家看到 我們下個星期 就會推出《怪談十三冤惡》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想跟我們分享一些靈異經歷 甚至一些真實的鬼故 又或者你就住在空岸的附近 尋求幫忙的話 馬上可以打電話 183-121 跟我們聯絡 我們馬上會跟進 好,那就看看《怪談六魔女》 她們馬上去探靈的現場 我跟文師兄也走過一輪 看到有一個地方 文師兄看到了 有一個紅色的在裡面 紅色? 來到這裡,去到最後的客戶 我們就去盡它 但在你做這個測試之前 我會先幫你用符 做一些原常法事 因為如果有紅色靈體的話 老實說,如果真的有什麼事的話 舊的時候已經怕太遲 所以必須要做多了事情 好 為了安全起見 我會給你更多一條褲 有什麼事 突然發覺很大的壓力的感覺 馬上燒到符 《六魔女》拍攝 進入到最後一節 由大膽Susan進行任務 困難程度 也在拍攝以來最大 危險程度最高的一次 因為她要走入 紀律部隊基地最猛鬼的地方 為了加強感應力 Susan還要帶米飯和香竹 走入拘留室 單獨人魂 和靈體共處一室 不好意思,打擾了 今天我們是為了… 為了… 讓你們重溫這些食物 對 他們是怎樣動作 要坐在這裡還是怎樣 對嗎 你一直叫你吃飯 有聲音嗎 是甚麼聲音 明白 繼續吃因為都沒有特別的熱狀 問師傑看到些甚麼 我們的圖越來越多 有人吹喉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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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動作的 是Vanny 聽不到Vanny 你先去幫你打電話 先去幫你打電話 我看到 甚麼 這是甚麼 你放在那裡… 在那裡等我 在那裡等我 是呀,你救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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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沒事 來吧… 走 怎麼了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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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冷靜… 沒事… 我們… 出去… 快點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 快點 怎麼會打 關掉我的電腦 電腦… 進來關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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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撞燈而已… 不是,電腦也關掉了 不是,電腦也關掉了 不是,全部關掉了 粉絲,你眼前有甚麼理解嗎 你自己看一看 在這裡… 在這裡 先拿了電腦 而且你們後面也有 你們後面也有 小心點 你們後面也有 不是吧 你後面有,不要走 不要走 你小心… 我現在拿機器進來 我現在拿機器進來 那劉昏,師傅在這裡幫忙 我們在這裡不行 我現在拿機器進去 這個位置 幫忙忙忙忙 好… 事後工作人員檢查攝影機 發現運作一切正常 那到底為何會突然失靈 是巧合,還是靈體作祟 而她的目的又是甚麼呢 浦雲師傅為了解原因 即時作法,向靈體表示友好 同時替其他魔女進行正身發事 過了一段時間 蘇神才可以交代事件 她之所以那麼害怕 是因為她除了看到靈體之外 這次還隨時拿她的名字 她的畫面是有男生 你現在要擺點東西 你怎麼樣 沒事…別哭… 沒事… 不是說整人吃飯就沒事了嗎 你告訴她發生甚麼事 她發生甚麼事 甚麼事 她不讓我說了 剛剛… 這樓室那裡是否有這麼長的 我不知道那個是廁所還是甚麼 我以為有工程園躲在那裡 我再看清楚 沒有的… 沒有的… 我知道… 因為我本… 有人拿著刀仔 她拿著刀對著你 刀仔… 我看到刀仔… 很清晰,你見到 然後呢? 我走過來… 她走過來那裡 是呀… 我很害怕 沒事的了… 她回來了 我不會跟我回來的 沒有… 剛才我們進去 她已經躲在後面 但你見到刀仔的那個嗎 見到一堆 見到幾個 躲進去廁所的位置 就是你剛才說出 她走出來的位置 但我們一衝進去 小完符所入 就逼迫她們回那個位置 是呀 我打破我飯 她會生氣的 我不是在那裡 還在那裡 有飯 然後我進去 我又燒溪錢給她們 我燒溪錢給她們 所以她們拿回 有東西吃的話 就不需要太多擔心 對 當回到我們掛談攝製隊的工作人員 告訴你 那個機器 原本設定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到那一格開始 就完全錄影不到 但離開了現場之後 她又正常了 我也想問一下 在那段時間拍不到 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看到有個男人 拿著一把小刀過來 我下意識拿著合法扔她 還有拿我手上的佛珠扔過去 希望她可以消失 那當然了 她沒有消失 這個過程中 在這三個月 我看著六個女生 從這個選拔 直到開始探寧之後 都不停成長 當然觀眾 也會對她們無限的支持 投票已經超過48,600票 當然這三個月的過程 她們一定有些感受 這個時間馬上交給她們 先說一下感受 第一個就是… 先看一看 是Creamy Creamy先說吧 你好,我是Creamy 首先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在這十集中 其實我也覺得 我訓練到自己 有比以前大膽了 如果不是因為做這個節目 相信我一定不會夠膽 一個人去荒山野嶺探寧 最難忘的事 莫過於就是 上一次說我生日的秘密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再看看 好的 好,當然聽完她們 就是你們三個月的感受 也要聽聽 最小膽的Katy有甚麼感受 大家好,我是Katy 其實我拍攝這個節目之前 沒有去過探寧 我聽過很多關於鬼靈體的事 但其實我沒有接觸過 但拍攝完之後 一直是會看到、聽到、感受到 所以我真的相信 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靈異的事件 對,即是有鬼 當然,聽聽Carmen 這三個月之後 她就得到甚麼感覺 大家好,我是Carmen 各人都說我很大膽 如果問我拍攝這個怪談節目 是否害怕 其實也會害怕 當你感受到靈體在身邊經過 或捱著你 其實也會心寒 所以經常說 你們這群女生都很大膽 當然,聽聽 這三個月內有甚麼感受 大家好,我是小小素 這次怪談的經歷 最震撼的是 看到有個男人拿著刀子 走向我,是很實體的 就很震撼 好,聽聽Yoyo Yoyo上星期的表現相當不錯 靈體還跟她接近 Yoyo,交給你了 自從拍攝《怪談六魔女》之後 接受了很多新的嘗試 又學到很多東西 以前還未接近 跟靈體接觸過 現在都經歷到試了很多東西 對於自己來說 又完成了一個夢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怪談》 還帶給大家膽量 好,聽聽Ruby 你成長了很多 大家好,Ruby 由一開始 我一直都不敢去看《怪談》 直到你拍《怪談》 直到最後大結局 我也覺得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以及激力了很多有關靈異的東西 覺得自己大膽了很多 也認識到一群好的朋友 覺得很開心和滿足 好,在這裡我代表《怪談》攝製組 六位魔女之宜 也感謝我們的師傅 多謝浩雲師傅、簡師傅 以及張新芬師傅 帶著的就是譚靈 下星期我們就開始有新的一輯 而下星期那一輯就叫做《十三冤案》 我們將東南亞大最恐怖的冤案 會呈現大家眼前 下星期11時再見,再見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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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